周末假日带您品尝好料 来到这一间便当店 老板蔡健生 他原本开便当店的时候 赚的钱都不足以温饱 生意非常的惨淡 后来干脆收掉便当店 三年前重新开张 店里的菜也改头换面 包括了像是有香煎小卷 红油干贝拌饭 还有酥炸软壳蟹饭等等 都深受了顾客欢迎 就算平日时间 店里也挤满人潮 站在路火前的菜健身 拥有二十多年的餐饮经验 料理出精致台菜 摆盘走日式风格 江秋视觉味觉 双重享受的 还有这个 软壳蟹和田虾 炸到金桶酥脆 就能开始摆盘 谨慎做好每一个小细节的它 为明白 不能再有 丝毫不差 原本开便当店 后来却遇到土地重化 客源大量有失 勾债离年的他 决定收掉便当店 筹备新的店面 那时候勾住一纸 就是我把车卖掉 我只剩下摩托车 就是几乎所有东西都卖掉 我连自己的能卖的东西 我身上的几乎都卖得差不多 就是为了要装这间店 刚出税这个时候 它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林帆敏连续四年在台中雾日区 能够稻米品质竞赛中获奖 因为刚开始年米卖米的时候 其实你还没有进入状况 那有商家愿意用你的 刚好可以督促我 那个如何去成就自己 也成就它 所以我们不在于它的多或者少 我在于的是说 它跟我的理念契不契合 那契合了以后就像刚刚讲的 小加小它就会变大 台湾拥有优质米是蔡健身 一直想让顾客知道的事 所以他研发普通料理 来搭配用心挑选出来的米饭 像是红油干杯拌拌 一切备妥他选在三年前开宴 只是当时资金有限 店内设计装潢都得情理轻微 当然还有一群朋友相助 到现在我觉得就是 也好险自己有坚持走这条路 自己想做的事 那当然视野跟遇到的人 就会慢慢的不一样 蔡健身说会把这一家店 当作一个起点 继续找好食材好伙伴 不是独占台湾土地的好 而是大家一起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